夏天来了 又到了吃西瓜的好时候 并不是说其他时候不好 只是说当季的水果就里应当即吃 吃完人也当季 和隔床相忘的并有交流感情 老哥的瓜摊开在一溜破产的店门口 别看种类单一 他的出现使得这条萧瑟的小路起死回生 物种也逐渐繁盛 不长的街道上有两家瓜摊 可老哥的生意偏偏更好 只因他懂得抓住顾客痛点 在瓜肉下铺满大兵 当顾客的痛点发作 他便有理由说是吃冰导致 并非瓜有问题 没生意时 老哥就会切瓜 这些现切的西瓜不仅肉质鲜活 连西瓜子都生龙活虎 有些还会长到瓜皮上 虽说只是小摊老板 但老哥的技术十分了得 一刀 两刀 三刀 只用三刀就可以将瓜瘾去除 连自己的手指也能一同带走 这种三下五除二的刀弓 练到最后可以自费左手 称霸瓜林 小小伤口并不会阻拦老哥继续买瓜 他坚持带伤上场 用冰镇西瓜麻痹神经 只为顾客能有一个清凉的夏天 这种顽强的精神让他手中的瓜瘾 也仿佛更加鲜红了起来 流血又流汗 挣的都是血汗钱 顾客前来买瓜 老哥会扒了出醉冰的几块 放于托牌上称重 掉了一块再不一块 掉的放回火价 别让现在的顾客感到生理不适 撒上黑盐后 西瓜入带 零钱也入带 老哥护着一支香烟 让后面抓起的瓜肉 也有一股淡淡的烟熏味道 这种不会影响环境的二手烟 更受大众欢迎 顾客吃完自己拿水冲冲放回秤上 不冲也行 但这样容易被别人冲 作为顾客还是得互相照顾 老叔忙着切瓜 后边的顾客忙着吃瓜 旁边的围观群众静静等候 等到东窗事发 他们就会来吃顾客瓜 这不是在主食灰 也不是在炼丹 这是印度厨师在制作一种糖 你可以不吃 但一定记得亲密朋友吃 这是来自印度拉托岗市区的一个神秘工坊 他们在制作的是一种名为内米头发糖的甜品 在这种操作环境下 只需干上一年的师傅 便能够转行到隔壁污水处理厂担任工程师的职务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良心记者BBQ的镜头 一起去探秘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锅不用洗 直接开稿 直接一抛黄色不明物体喷入锅中 从粘稠的形态可以看出应该是绍水油 不对 是黄油 残渣也不能浪费 将塑料袋对折以后 用左手捏住袋子的后端 右手手指夹住发力一拉 看似三个在拉 但吃完也许就是你拉 一抛不够再拉一抛 开大货熬煮至变黑即可 虽然油让人眼前一黑 但是碗黑不如早黑 反正吃完眼前也会黑 接着三哥拿出一袋石灰粉 不对 应该是豆粉 随着大量豆粉下入锅中 瞬间锅中倒入大量墨子 让味道本就扑朔迷离的汤水 变成了更加未知而狂野的深渊 再用大勺搅拌均匀 锅中食材的颜色像变黄靠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成为了浪漫的印度粉明色 再撒一盘蒙托石散 三哥采用下吨位快速搅拌 十分钟后起锅 转移至可锈钢大盘中备用 接着拿出一口刚买的锅 从尿素袋中取出一定量的化肥 使白糖加入锅中 再搞一桶横河老酱 如果看视频视觉凝糊 那一定是滴血糖 快来吃糖吧 开大货熬煮至七家十三口喝的模样 虽说刚刚的分析全是我瞎扯 但接下来才是关键 只见三哥双手端起小铁锅前后摇晃 这个动作是为了表示对糖浆的尊重 稍不留神林在脚底板上 就能实现轮椅自由 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 转眼间糖浆就变成了黄色 我认为应该是和三哥的脚气有关 细思极火 然后将糖浆倒在地板上 吸收军裙 五分钟以后便会冷却 这个时候需要用手浆手汗涂抹在糖浆上 在三个脚底板的见证下 反复揉搓拉着充分吸收脚气与手汗后 糖浆的颜色奇迹般的变成了金黄的圆环模样 简直不可思议 紧接着将刚才制备好的豆腐倒在铁板上 再奋发图强的涂抹均匀 接着将圆环放上去 再叫来表弟法克米 手握两根小飞棍 两人四棍对糖浆进行了无情拉拽 使出一招老汉推车 吹拉弹唱全部用上 在公筹交错间 时光飞逝 来到了一年后的今天 终于炼制出直径只有5纳米的头发糖 请你朋友吃一份 吃完就能为世界医学贡献 全球首例消化到感染狡气的病例 如果你爱吃薯片 那这个印度旋风薯片你一定要吃 如果你不敢吃 可以先让你朋友先吃 吃完再给他看这个视频 全当作临终关怀 他看似是薯片 实则吃完就能受成闪电 虽然印度美食看起来很不卫生 但毕竟食材非常健康 吃完以后就能得到一具健康的尸体 对不起 口误应该是身体 但不管是身体还是尸体 最终都会变成遗体 土豆无需清洗 用可锈钢铁尖穿起 土豆也无需去皮 吃起来更加接地气 机器无需插电 只需三个单手轻轻一旋 土豆就会削成薄片连成一条长线 取下土豆用手捏出汁水 吃完便能化为利鬼 不好意思 发挥过头了 继续继续用土豆擦擦抹布 抹布生前应该是一条长裤 但不管是长裤还是短裤 为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劝军还是赶快跑路 戒指将铁签更换成竹签 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纸价泥上 不是 集中在土豆上 哎 挑战不看纸价泥失败 在左手的精心呵护下 一根旋风薯片就拉好了 虽然现在是三个在拉 但吃完以后估计你也得拉 镜头拉远老板一脸深情地注视着他的玩物 还不忘用指甲盖 对他进行物理攻击 使其更加的整整齐齐 但是 无论薯片的外观多么的好看 但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他曾被三哥的指甲泥污染过 制作好的半成品 便可递给旁边的赵嘴哥进行下一步工序 用左手附个膜 再丢入油中烹炸 炸至浪漫色候捞出 等待有缘人前来觅食 最后还不忘用厕纸包住后端 再取出番茄酱 一股血线喷射而出 按时你吃完一根薯片下肚后 便会像番茄酱喷射般 直出龙门 使朋友就一起做最狠的事 吃最炫的薯片 住最好的医院 老哥将各种蔬菜放上汉堡 粗看之下平平无奇 直到人们发现旁边的炒面也是家心之一 才惊觉厨师的创意 这里是印度街头的一家汉堡摊 防风烟雾让现场氛围有些朦胧 如果非要体验飘飘然的感觉 人们更希望是自己腾云驾雾 而非被围满的印度蜜蜂抬走 摆弄完切好的面包 老哥继续临上酱汁 这种西式快餐来到印度后 在外观上保持着原有造型 在吃法上却解锁了新的嘴形 除了能够嚼着吃 老哥还在馅料中加入了手抓面 让做汉堡成为了一种可能 在印度 这种面条叫做chirman 也就是炒面的音译 不那么严格的说来 老哥做的其实是一种跨国料理 国采重肠 姜 中 印 德 三国人民的肠胃搅在一起 各种馅料层层叠叠 味道丰富 却都微微泛显 这是一种二手的鲜味 能为食客带去厨师一手的味觉 似乎老哥不仅将食材放进了汉堡 还亲手塞进了食客口中 身回时还在舌苔上蹭了一手 创意没有边界 烹调手法也不受约束 左手近几在老哥这里反而是一种大放窄式的才艺 也为他懂得什么叫做赠人菊花手有鱼香 再有味道的东西 藏在手中也只有自己知道 是好东西 就该和大家分享 这种分享不像渣户的惊天雷 惹得众人纷纷掩面回头 而是一曲若隐若现的韵律 婉转悠扬地从两半山谷间飘出 他悄无声息 却能将所有感官包围 直到似有察觉的人们轻闻戏品 那股震撼才会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来 神态各异的人们奔走四方 唯有一人的嘴角微微上扬 那正是老哥的微笑 老哥收好零钱 继续为新来的顾客调制美味 土豆馅饼 在他手中就像一颗颗棋子 然而这副棋局并没有规则 在哪都能落子 落哪都是将军 食客们品尝着老哥亲手雷起的汉堡 每缩一口身旁的烟雾似乎就更浓一些 就像真的上天似的 整个人逐渐飘飘然起来 如果爱你的朋友 就一定要请他吃一份印度的 剧烈油炸鸡肉蛋排 此料理富含丰富的微生物与高蛋白 吃下不仅能让他的面色苍白 还能让他时不时的感受来自酷当的山鱼一来 印度食材讲究量大实惠 趁过往的顾客没有防备 小哥倒入半锅地沟油进行调味 让顾客明白活着就是原罪 为了改变食物的咸淡 小哥接着对食物进行疯狂的搅拌 手指间的关节炎也逐渐开始在盆中泛滥 贴心为食客们的裤裆准备着一发发深水炸弹 在小哥想抹爪的抓挠下 面糊被扔进锅中制作 底沟油也在锅中瞬间泛起白沫 可以看见这一锅没有精华 全都是糟粕 小哥接着往红色洗衣盆中倒入 雕牌洗衣粉 再来点肠胃漂白粉 保证顾客吃完肠胃受损 立马跑去钢肠医院挂急针 接着小哥再倒入一桶横河老叫 用平时洗衣服的手法进行揉捏 食客们吃完后下半身必将扭扭捏捏 最后疯狂涌入茅房 窜不停歇 此刻锅中的食物已经被榨至金黄 吃起来不仅通便韧肠 还能有效减少顾客的健康时长 吃完就能驾鹤戏剧 唱一首腾格尔的天堂 随后小哥用有黑的双手扒鸡蛋 接着再放进水桶中涮一涮 食客们的裤裆也即将迎来最后的审判 接着小哥往鸡蛋里加入史黄色馅料 化学元素也在鸡蛋中快速发酵 再扔进面粉中泡一泡 贴心地为顾客撵出一条奔向洞口的康庄大道 最后小哥将炸好的食物放进橱柜里 这份剧烈油炸鸡肉蛋排的美味无法比拟 所以赶快叫上你的好朋友一起 保证吃一口魂不附体 吃两口卧床不起 吃三口魂归故里 如果你朋友牙口不好胃口好 那就必须请他吃大份 大份的印度美食 搭配上这种暖色系的酱料 保证你朋友吃完小心脏狂跳 这是印度拉西布拉干街头的小摊 老板表示 他做的菜品就像顾客的人生一样 开头很美好 结果很潦草 吃完这份便饭 走得毫无遗憾 你以为他是在做煎饼 那你就大错特错 看完制作过程 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忘记介绍 老板名叫厚李谢 凭借强硬的手段 硬生生让煎饼变成了手水饼 为何他能练就这般绝技 小哥悄悄告诉记者 其实自己根本没有想到 单身三十年 每当夜幕降临时 他总会张开早已盘到包姜的手 重复起熟悉的动作 经年累月下 手掌磨出厚厚的老茧 却意外成就了铁杀掌绝技 看着小哥的手 我肃然起敬 厚李谢表示 对于食物的形态 他一直都有独到的见解 这种做的好处不仅便于肠道消化 还增添了一丝本地料理的自然咸香 随后往锅中撒入92号油 下入洋葱 青椒和番茄 撒入马沙拉 拉盐吧 洗锅水 随后简单搅拌 再加入手锤饼 必须用手撕拉 确保其拥有独特的味道 基本上每天蹲下都能闻到 加入些许遍黄色的液体酱料 给人一种始尿未及的快感 让这份美食的橙色更胜一筹 深厚的厚李谢提了剃裤子 这是要准备放大招 用颗锈钢杯子插入锅中 将食材搅拌均匀 接着手起杯落 将锅中食材打得稀烂 展现出安食之乱般的景象 曾经的同行 有的是被吓走的 有的是被砸走的 从地上捡起一块肥皂 长得像肥皂 却是今天的调料 厚李谢将它们刮上厚厚一层 让肠道随时保持通畅 再撒上绿色的香菜 用颗锈钢板搅拌 吃完好聚好赛 再用芭蕉叶打点 便可以出餐 你最好不要吃 但不得不请你朋友吃 印度顾名思义 是一个令人印堂发黑的国度 如果说美食是人类最初始的欲望 那么印度美食绝对能称得上 是我们最初始的欲望 印度美食千千万 小哥这里至少要占一半 这里是印度裤裆拉川叶市区的一家 街边平民美食作坊 小哥首先徒手给予开堂 上演印度版高启强 接着再用恒河水给予灌场 过网路人看了纷纷心理破防 随后小哥用勺子给予做味镜 一镜到底真要命 小哥似乎还没有尽兴 又将内脏拿出来助兴 看得周围的顾客惊魂未定 接着小哥拿出祖传三代的弯刀 对于进行分段碎尸 血腥程度堪比电锯僵尸 不断刷新过往顾客的认知 印度美食的精髓就在于油炸 这一锅三十年老油全是精华 伴随着小哥将鱼扔进油锅里油炸 大肠杆菌也已然开始在锅中不断生化 听闻小哥持家有方 可以看到这口三十年的老锅早已包姜 这是小哥炸鱼的独家秘方 鱼肉全靠铁锈增香 接着小哥细心处理着一盆已经切好的茄子 这动作就像老太太醒鼻涕 手拿把掐 随着手指尖手炎的添加 顾客吃完血压也将立刻增加 所谓一游船三代 人走游还在 茄子经过地沟游的灌溉 顾客吃完恐怕是要立马狗蛋 不知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 只见小哥往食物中加入指缝淤泥 顾客只要吃了小哥的炸鱼 人生即可提前步入大结局 最后这道美味的印度炸鱼已经做好 快叫上你最爱的朋友来尝尝这小哥店里的船家宝 吃完即可让他心如刀脚 最后在茅房里站不住脚 如果你的好朋友最近老是方便的不太方便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为他点上一份 印度的咖喱江湖标西套餐 吃完不仅能让他的呼吸急促不安 还能一直让他的裤都动荡不安 中国餐厅的老板赚钱养家 印度街边的地摊老板黑手起家 小哥是印度著名的美食家 吃一口小哥店里的食物 就能立马感受到军群在肠道中汹涌挥发 为了展现印度美食的参差 小哥接着洒入过期包菜丝 然后拿起咖喱酱快速的网锅梨子 食客们吃完恐怕是大便也要拉出丝 随后小哥再撒上一些绿色巴豆 为顾客的便秘做出最后的挽救 吃下就能立马去往厕所拉个够 当地的食客们也常常为争抢坑位 在茅房里龙争虎豆 接着小哥用破伤风小刃将过期豆腐切块 通过食材打击顾客的局部要害 钢肠医院的床位也已经是迫不及待 随即致电小哥生意大卖 小哥接着用铲子在锅面搅拌 可以看到锅中的毒气泡也开始弥漫 化学元素此刻也在锅中开始泛滥 看得顾客那是心惊胆战 在小哥的揉搓下 不仅黑手没能被面粉洗白 面团还逐渐失去了清白 一锅旺仔黑面团被制作了出来 小哥此刻貌似要举行祭祀仪式 只见他拿出一个神秘物质 上面铺满36位化学角质 吃完便可让顾客在茅厕里历经图制 随后小哥制作祖传印度飞饼 将饼抛向天空的动作看似新颖 其实充满陷阱 吃一口手味十足的飞饼 让你的意识从此不再清醒 接着小哥再盛一些绿色史莱姆汁 然后再加入锅中的祥褐色汤汁 吃上一口 就能让你立马感受到食物在胃里疯狂保持 最后在小哥的努力下 这道美味的咖喱酱壶标西套餐成功出锅 顾客吃完毕将在厕所拉到虚托 当晚就算是连滚带爬 也要挂号进刚常课 什么样的早餐 能让你朋友吃完倒头就睡 唯有印度街头鸡蛋吐司 吃完这份鸡蛋吐司 边睡边窜息 如果你朋友时常赖床 不想上班上课 可以请他吃一份 收获倒头就睡得快感 收获长期请假的理由 一缕阳光点亮了灶台 各式各样的餐具 连同老板一起摆放在灶台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顾客吃完走向极乐世界的千里路 从老板光着的双脚底下开始 每一件摆放的物件都存在的合情合理 架起一口元素周期表 将由滋入国中 老板如今18岁 摆摊的20年里 仍然喜欢这种滋得高高的感觉 此锅保留着两种反差不大的色泽 既不是黑色变铜色 也不是铜色变黑色 而是白色变成黑铜色 搅了一颗鸡蛋 将其倒入锅中 有些起伏的不平底锅 等鸡蛋变得扭曲 按上去一块吐司 老板由做变成蹲阵 给吐司增加点手指咸香 很多人做饭 不知道如何感受食材热没热熟不熟 老板给出一个答案 只需用手感受 翻面也是用手 既能给食材增香 又能感受食材温度 真是杀敌一千 自损两千的好方法 继续用手将鸡蛋出锅 摆放在脚边的瓷砖上 表面撒上马沙拉 取出破伤风之刃 对鸡蛋吐司切块 既擦干净尺条 又擦干净瓷砖 真是不顾顾客 活不活的良心老板 取出报纸改装的袋子 便可以装袋出售 闲暇之余 老板也很注重卫生 抓起屁股后的爆浆抹布 擦擦瓷砖 再擦擦手 有时候还会擦擦脚 十分注重自身的卫生 只要手脚干净 就不会污染灶台和食材 虽然有点偏离 干净卫生的主干道 但是谁又能说它有错呢 摆放在锅炉旁的 包浆油漆桶 看上去像垃圾桶 但又像存储食材的大桶 这就是印度美食的迷惑性 你以为不能吃的东西 不一定不能吃 这是食物和处于垃圾 得到平等对待的地方 如果你的老六朋友 爱吃沙拉 那么你一定要请他吃一份印度街头的不得不拉沙拉 吃完即刻紧握双拳一言不发 最后让他在茅房里大喝三声 图强奋法 如果说中国的美食让人惊喜若狂 那么印度的街头美则有些丧心病狂 这里是印度底库拉川市区的一家街头平民小吃店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老哥小店背后的故事 老哥首先往盆中洒入一大把香菜叶增香 食材不仅带有青草香 当然还带有老哥守汗的芬香 顾客闻了也不由的主动加紧膀胱 想起在厕所喷涌的那些挚爱时光 众生平等则是印度的美食理念 老哥此刻正在鼓励制作猪食拌饭实验 试图带给顾客不一样的猪生体验 让顾客分不清这是美食小店还是印度猪圈测验 老哥接着往盆中洒入马沙拉粉 再洒入大量自带手盐的面粉 对军群的把控可谓是十拿九稳 老哥却自信说道 这是我企业最基本的生产标准 老哥接着用一把破伤风小刃手切柠檬 再用力将柠檬爆汁 以此来获得一份手工鲜榨柠檬汁 吃一口盆中的食物 局部位置的压力可想而至 随后老哥用勺子对这一盆猪食进行搅拌 食材在锅中的形态也宛如黄河泛滥 顾客吃一口不仅肝肠寸断 还必将和多年的便秘 挽起来的一刀两断 老哥深知顾客的排泄药领 只见他祭出42码油毛饼 食物中依稀可见尼垢的身影 食客们吃完局部洞口 必将迎来一场五雷轰顶 盛装食物的锡纸小碗已经泛黄 老哥在网里加入辣椒粉和白糖 威力堪比多毒鼠墙 接着再加入马沙拉和柠檬汁 刺激顾客的肛肠 让顾客吃完直接奔向肛肠医院的急诊病房 随后老哥对食物进行不断的搅动 身体也随着节奏开始运动 手心里的皮屑角质也逐渐开始失控 食客们吃下必将在茅房内进行一场圈地运动 在老哥的努力下 这道美味爽口的不得不拉沙拉已经做好 保你吃一口神魂颠倒 吃两口局部难保 吃三口开始唱临时抱佛脚 如果你问我印度什么美食最有名 那么这份包将塑料桶里的凉拌抱之米花 必须留有姓名 保证你吃一口魂牵梦营 吃两口药不能停 吃三口在钢肠医院挂掉瓶 如果说中国有大好的美食江山 那么印度街头则有无可比拟的美食窜息小摊 这里是印度不得不窜息市区的一家街边美食小吃摊 胡子哥凭借着爆米花这一餐 常年霸榜印度街头窜息前50强榜单 胡子哥首先拿出祖传的发霉真板 然后用破伤风小刀快速手切洋葱 线维指甲里的微量元素也肯定要加入其中 贴心为顾客的肠胃进行深度疏动 随后胡子哥娴熟地将青瓜切片 指缝间的无机眼肯定也是要搞里面 各种化学元素也在砧板上进行着深度的碰面 顾客吃完下半身必将是楚歌四面 接着胡子哥在刀切红辣椒 精湛的刀剂好似在对顾客的五脏六腑进行深度包抄 顾客吃完局部位置的压力也必将升高 随即就能奔向茅房拉的响彻云霄 随后胡子哥拿出从茅房旁采摘的野味香菜 食材经过纯天然的人体肥料灌溉 各种稀有化学元素沿着以待 食客们吃完必将双手紧钻极不可耐 接着胡子哥将一大碗爆米花加入桶里 再加点过期咸菜强身健体 不明黑褐色约将也搞进桶里 顾客吃下恐怕要一血千里 接着胡子哥快速对桶中直才进行旋风搅拌 无数大厂赶军也在桶中结伴 顾客吃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陆林好汉 胡子哥做事分寸有度 只见他王桶中又加入一坨不明褐色物体 再手抓加入一点并不新鲜的大米 在场的食客吃完毕将在茅房内绝胜千里 最后胡子哥将凉拌好的爆枝米花盛入黄色包装纸 使黄的颜色让人叹为观止 顾客吃下后必将窜流不止 生命周期恐怕也将在今天到此为止 这不是猴哥进炼丹炉 而是在制作撒马尔汗面包 此处位于印度 在正常情况下 老板会计算制作菜肴所消耗的食材 而在这个面包生产场 老板会计算制作所消耗的员工 人齐就请全村人吃面包 人不齐就请全村人吃喜 如果你想吃 可以叫你朋友去做给你吃 点着烤炉 让热量充满整个炉壁 几台搅拌机器正在轰轰作响 同时搅拌多桶面团 搅拌好的面团由小哥徒手搂在胸前 穿了上衣是对食材最大的尊重 将面团摆在桌面 用舌皮带盖住 让其沉睡 此时的员工正在进行面团切割称重 偶尔会有质检员一闪而过 让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保证每一块面包的重量相似 才能保证后续员工的工作安全 切好的小面团转移到下一位小哥手中 将其按压扁平 并带上各自的手掌印 随即转移到下个步骤 这位小哥的工作就是制作面包的最终形状 先将面团按压扁平 再用淘气在中间按个凹陷 便算制作完成 接下来便是在中间盖上独特的印章 并用四根手指粘上芝麻 粘在印章表面 黑色可能是芝麻 也可能是纸泥 一切准备就绪 便可以将其摆在手臂上 这种运输手法 十分看手法 烤炉车间的勇士正在整装待命 他们工资最高 并配备五血一斤 就像战争时代的士兵 有着无所畏惧的勇气 将面包倒扣在一个元素周期锅底 往面包表面涂上清水 随后将头伸进烤炉内 将面包粘在炉壁 这个动作十分考验腰腹力量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唯一保护的就是年轻人的头发 这个面包很轻 仅仅只有两斤 这个面包又很重 承载着员工们的生命 一直手撑着的是家庭的收入 是最后的顽强 老板下班第一件事 就是轻点员工人数 搞不好烤囊便便烤肉 往炉壁滋入清水 烤炉内金碧辉煌 面包透露出金黄的色泽 在炉火的衬托下金光闪闪 半个小时后 用特殊的工具将面包捞出 一块块面包美丽诱人 我也不建议你朋友吃 我建议他去应聘烤面包工作 如果你也爱喝冰镇果汁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印度街头 这种可以消除人烦恼的芒果汁 保证你喝完果汁一走了之 当然你要是不敢喝 那还可以请你朋友过来喝 只要他有足够的医保 以备即可帮他忘却所有的烦恼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的请你朋友窜息街区 老板正在清洗的是柠檬 而从这个黑布溜秋的轮胎中 倒出来的是干净的冰块 估计是空气中充满着水果的香甜 所以一些真正的小蜜蜂 以及混进来不会彩蜜的黑绿色小蜜蜂全来了 你甚至可以在昆虫中看到柠檬 老板仿佛是一个音乐家 在指挥着演奏一场大型的演奏会 于是旁边的助理也是顺理成章的 先开始收起了门票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操作 不知情的顾客 却只能是在厕所对号入座了 先往杯中装入冰块 然后就可以开始洗杯子 你肯定会想问 那前面三杯怎么不用洗 老板却对此表示 你自己又不喝 你不说你朋友是能发现是的 该说不说 老板的确是话操理不操 至于老板为什么要手工添加冰块 那主要还是同行间一直流传着 想要果汁钱必须要加手盐 这个印度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谣言 虽然老板从头到尾都只是加了一点手盐 但却有无数的飞行员在附近盘旋 可见其威力也并非纯属虚言 最后错入一大片柠檬以及小半杯苏打水 这么一份柠檬苏打水就大功告成了 而接下来就轮到今天的主角出场了 从老板用勺子装盲果泥的操作 你就可以知道 小伙明明是有勺子的 却还是选择用手抓冰块 可见之前如果不是故意 那绝对就是有意的 此刻小伙网杯中注入的是蜂蜜 从这个颜色与粘稠程度 不要说你迷茫了 连一旁的蜜蜂都迷茫了 估计是打断蜜蜂腿 也是想不到自己产的蜂蜜 居然比眼前的芒果汁还像芒果汁 到这里你就可以明白 旁边的小女孩为何要一直戴着口罩 还死活不睁开眼睛看 那是因为她明白了 眼不见违镜的道理 那么对于今天的柠檬酥打水 和冰镇芒果汁 如果抛开卫生不谈 那肯定是要请你朋友分别尝一尝